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LinuxCast的课程 那么这一期课程我们为大家介绍Linux的文件系统 如何在分区上创建文件系统 那么上节课的话我们为大家介绍了 如何去对我们的磁盘进行分区 那么分区之后我们说 直接分区好的这个分区是不能直接去用的 我们分区好的分区是不能直接去用的 必须在上面去创建一个文件系统才能够使用 那么文件系统到底是什么呢 文件系统我们说是操作系统 那么是通过文件系统来去管理我们文件的数据 那么大家可以去想我们的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这些数据 不管是文本啊视频啊音频啊 还是一些其他的数据 到底是以什么方式组织管理在我们的这个硬盘上面 那么这个都是由文件系统来去完成的 那么操作系统通过文件系统来管理 存储在我们这个磁盘分区上的这些文件以及数据 那我们的硬盘或者分区需要创建文件系统之后 才能够让操作系统去使用它 才能够使用 那么创建文件系统的这个过程又叫做格式化 创建文件系统的过程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格式化 那么没有文件系统的设备 又称之为裸设备 我们一般俗称为肉设备 肉设备 RAW 我们称之为裸设备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上节课 我们之前创建好的这个磁盘 我们先切到跟用户里面 我们for disk-l 我们上节课创建了两个分区 stb1 stb5 一个主分区 一个快展分区 都是两个 但是这两个分区 现在还不能够直接使用的 这两个分区上面没有任何文件系统 那么这样的分区 我们称之为裸分区 或者叫做裸设备 这两个DV下的sdb1 DV下的sdb5 这两个设备 我们就称之为裸设备 那么裸设备并不是一无是处 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数据库 比如说安装其他软件的时候 可能会去用到裸设备 可能会去用到裸设备 那么室温时候用裸设备 这些软件系统 它可能认为 我通过文件系统 去管理我们的设备 可能性能不是很高 或者它有一些特殊要求 不能有文件系统 这个时候会用到裸设备 OK 那么我们在项目上 可能做的多的话 大家用裸设备比较多 就是在装Oracle的时候 可能会经常用到裸设备 好 常见的文件系统有哪些呢 FIT32 NTFS EHT2 EHT3 EHT4 XFS HFS 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文件系统 那么 大家可能最熟知的就是 FIT32 NTFS 这两个是Windows 所使用的文件系统 现在基本上都是使用 NTFS 都是使用NTFS 那么 EXT2 EXT3 EXT4 XFS 都是Linux里面 所支持的文件系统 EXT2 EXT3 EIT4 是它原生的 是它推荐使用的 现在用的最多的是 EXT3 和EXT4 比如说我们 红帽的版本5 版本6 或者说SentOS5 SentOS6 那么5默认就是EXT3 6默认就是EXT4 那么这个是常见的文件系统 那么不同的文件系统 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第一个区别是否在日志 日志我们一会儿会去讲 到底日志功能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个 支持的分区大小 有些文件系统 它能够支持的分区大小 是有限的 支持单个文件大小 你比如说早期的FAT系统 好像就不能支持超过2G 好像就不能支持超过2G的文件 那么文件大小都是有限制的 最后性能 这可能是考虑的最多的 那么你像现在的主流的文件系统 NTFS 像EIT3 EIT4 那么在支持分区大小 包括日志功能 包括单个文件大小上 都是大同小异 没有多大区别的 但是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项目上 可能要去涉及到选择文件系统的时候 那么可能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性能 不同的文件系统 它的性能是有区别的 性能是有区别的 比如说这里的XFS XFS就以它的性能和可扩展性组成 这种文件系统就以它的性能和可扩展性组成 有些文件系统可能支持那种存储量很大 我的文件数据非常多 那么数据非常大的时候 我用某种文件系统性能较高 有些文件系统可能在去存一些琐碎的小文件的时候 比如说全是图片 那么每个文件很多 而且每个文件并不大 只有几十K几百K 那么可能又要用到另一种文件系统 这个就是要根据实际的情况 不同的情况去区分去对待了 那么Windows下面主流的文件系统是NTFS Linux下面主流的文件系统是EXT3 EXT4 我们之前在装这个 讲安装Linux系统的时候 全部都使用的是EXT4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6 版本6的系统 如果大家使用版本5的话 那么用的最多的是EXT3 用的最多的是EXT3 OK 那么Linux支持的文件系统很多 Linux支持的文件系统很多 这里列出来了最常见的一些 当然不仅限于这些 不同的版本 不同的Linux发行版本 它的这个文件系统支持的这个范围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EXT2 EXT3 EXT4 早期的FET FET32 NFS ISO9600 这个就是我们光盘的这个文件系统 ISO96600 Proc 也是一个文件系统 大家还记得Proc吧 我们这个 只存在于内存当中的一个虚拟的文件系统 保存我们系统的实时信息 GFS 是Linux里面的 我们叫做Global File System 一个全局的文件系统 我们叫做全局文件系统 还有GFS 我们叫做待日志的文件系统 这里仅仅是列举了一些 但不限于这些 不同的发行版本不一样 不同的发行版本所支持的文件系统都不一样 OK 可能很多人会关心我们的Linux 怎么去读取NTFS文件系统 这个通常是需要去装驱动的 默认是不支持的 通常是需要去装驱动的 那么如何去在一个分区上 或者硬盘上去创建文件系统呢 Linux为我们提供了 MKE2FS MKE2FS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通过这个命令 我们就可以为我们的词盘 分区创建文件系统 命令用反分简单 MKE2FS 后面跟第一个参数-T 我们要创建什么文件系统 指定一个-T Type类型 指定一个Type类型 要创建EXT2 还是EXT3 还是EXT4 OK 后面跟我们要创建的文件系统 要创建的硬盘就可以了 要创建的硬盘或者分区就OK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OK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 我们先清一下屏吧 我们在DV下SDB 有三个分区 有三个分区 SDB1 SDB2 SDB5 我们把SDB1 SDB1是我们之前分的一个主分区 大小是两个G 我们把它格式化为 EXT4的文件系统 所以说 make mke2FS -T EXT4 然后跟我们的绝对路径 SDB1 那么整个命令非常的简单 mke2FS跟-T参数指定 要创建的文件系统类型 后面跟我们的目标分区就可以了 目标设备就可以了 回车 OK 那么在这里的话 告诉我们已经这里 档档档 三个档 三个完成 就告诉我们已经创建OK了 已经创建OK了 那么同样告诉我们 这个文件系统会被自动的检查 每27次挂载 或者每180天都会自动检查一次 那么这个挂载和检查的概念 我们后面回去给大家讲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了 这个 在SDB1上创建好了一个 EXT4的文件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了 就可以去使用了 那么 mke2FS同样支持一些参数 比如说杠币可以指定文件系统的 系统块大小 我们叫做block size 杠币后面跟一个数字 4096 还是这个2048 等等 那么文件系统块大小是什么呢 文件系统的块大小 是每次文件系统读写操作的最小单位 比如说我指定4096 比如说指定4096 那么每次再去读写我们系统的时候 那么它的这个最小的单位 就是4096字节 默认你会发现 块大小就是4096 默认就是4096 或者说4K 或者说4K 所以说一般我们买硬盘的时候 都会告诉我们 4K文件读写的这个性能是多高 为什么是4K呢 就是因为我们系统的这个 默认的块大小一般都是4K OK 那么 杠C可以在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 检查坏块 检查坏块 为了保险期间 我们可以去加一个-C的参数 实际上就是check的意思 -C 诶 有会发现多了一个 刚有一个百分比的一个进度条 我们来看 这里 跳过了 刚才我们闪过一个进度条 那么那个就是再去校验我们整个的这个系统 有没有坏块 那么可以保险一点 不会出现在我们创建好了这个文件系统以后 那么在读取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 如果有坏块的话 那么干嘛 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磁盘 这个磁盘指定一个卷标 指定一个卷标 比如说我们在Windows里面 分好去了以后 C盘我们一般可能会给它改个名叫System D盘我们给改个名叫比如说Data 或者数据盘 或者E盘我们改个名叫娱乐盘 这个都是给我们的磁盘取一个名字 实际上就是卷标的意思 实际上就是卷标的意思 OK 杠记 那么就是建立文件系统日志 那么系统日志 我们一会会去给大家讲解 系统日志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注意 EXT3和EXT4默认都是带日志的 所以说不需要使用这个参数 EXT2是不带日志的 EXT2是不带日志的 EXT3和EXT4都是带日志的文件系统 OK 那么除了Make MKE2FS以外 还有一个MakeFS MakeFailSystem MKEFS这样的一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也可以创建文件系统 而且相较于这个MKE2FS更简单 更简单 但是呢 它支持的参数降少 比如说我们不能指定日志 不能指定它的块大小 不能进行精细化的控制 但是一般使用的时候 我们都不需要去修改这些参数 直接格式化就可以了 所以用这个命令来说的话 更加的简单一点 更加的简单一点 OK 我们可以使用MKFS MKFS带了很多这个子命令 比如说MKFS.EXT3 MKFS.EXT4 那么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创建了一些类似于快捷方式的东西 不明思义 MKFS.EXT4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创建的是EXT4 我们直接敲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那么不需要指定任何参数 S DV下载SDB1 你会发现直接就已经为我们格式化好了 所以说使用MKFS的话 相对来说速度快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进行精细化的控制 没有办法进行更精细化的控制 没有办法去调整的一些参数 OK 那么已经创建好的文件系统 我们想要去查看这个文件系统相关的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Dump E to FS这个命令 后面跟分区号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清一下屏 Dump E to FS 后面跟我们的分区号 就可以查看这个分区的文件系统的详细信息 可以查看文件系统的详细信息 输出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拉回来看一下 从这里开始 包括我们的这个文件系统的UID 包括我们的这个文件系统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是否在日志等等 包括我们文件系统当前的状态 包括它的类型 包括它的inode count block count reserve的保留的块 数量等等等等 非常的详细 非常的详细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只在去对文件系统做微调的时候会去用 做性能调整的时候会去用 那么这里大家先了解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那么并不需要去深入研究太多 我们只需要知道通过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查看这个词盘 它的文件系统是什么类型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查看 那么更多的细微调整的话 我们不在这个基础课程里面去讲 我们有专门的性能调整课程里面会涉及到 OK 那么大家先了解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通过dump into fs 可以去查看分区的文件系统信息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去查看 这个分区是否被格式化了 那么格式化成什么文件系统了 等等都可以去看 OK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有些文件系统是带日制的 那么这个系统日制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journal文件系统当中的这个日制概念 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 那么带有日制的文件系统 比如说ext3ext4 那么这两个文件系统都是带日制的 那么带日制的文件系统拥有较强的稳定性 主要体现在在出错的时候可以进行恢复 可以进行恢复 带日制的文件系统 它的工作原理和不带日制的文件系统的工作流程 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那么带日制的文件系统会使用一个叫做 两阶段提交的方式进行磁盘操作 比如说当我现在有一个数据 要写入到硬盘当中 那么这个整个操作是怎么样去完成的呢 不带日制我就直接去写了 直接一写OK搞定 那么带日制的会怎么样呢 它会首先将我 即将去执行的事物的具体内容 写入一个日制当中 就是我先记一下 我现在马上要干什么 我要去写一块数据 我要去做一个什么操作 我先记到日制里面去 然后我再去写 我再去实际进行操作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数据 我要修改一个数据 等我操作完成之后 我再把这个日制删了 我再把这个日制删了 那么很多人就会去想了 这个到底有什么用呀 我记一下 操作完了我再删 那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当我执行这个动作的时候 执行这个操作的时候出现意外了 比如说我正在写数据的断电 或者说磁盘出现故障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这个事情 我这个东西到底写完没写完 损坏了没有等等 如果没有日制 就非常麻烦了 因为日制是在 这个操作成功了以后 才会删除 所以说一旦在操作过程当中 出现了意外 那么在我去进行恢复的时候 我就直接可以读取日制 实际可以读取日制 就会看到我在出现故障的那个时候 我都在干什么事情 我在出现故障的时候 都在干什么事情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通过查询日制 通过日制的记录 去进行一些恢复操作 我就知道 那个时候到底怎么回事 那么当然了 日制并不是绝对好的 它也是要有一些代价的 因为你会发现 加入日制功能以后 我每次进行磁盘操作的时候 都有一些额外的功能 我要去写日制 我要去删日制 这样子的话 就会丧失一定的性能 因为我需要有额外的日制读写操作 那么就会丧失一定的性能 当然了 这个的话 现在的主流操作系统 都是主流的文件系统 都是支持日制的 都是支持日制的 那么相比较 它丧失的那一点性能的话 我们的稳定性更为重要一点 所以说建议大家 还是去使用带日制的 OK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 对于文件系统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给它打一个标签 起一个名字 那么除了我们在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 可以去对文件系统进行启名以外 进行打标签以外 我们还可以通过E2Level这个命令 E2Level这个命令 来去对文件系统进行打标签的操作 比如说E2Level 我们来查看第一位下的SDB1 直接跟分区回车的话 是显示当前分区的标签 我们会发现 没返回任何东西 是个空的 就代表这个分区没有标签 如果说我们在后面继续跟第二个参数 加上一个标签的名字 比如说LinuxCast 那么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分区打标签 回车 我们再去查看一下 会发现这个时候已经有我们的标签了 已经有标签了 那么注意标签一般是无所谓大小写的 但是建议都大写 因为一般来讲标签都是大写 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 建议大家都大写 OK 那么打标签的话 可以方便我们的后续管理 打上标签可以方便后续管理 而且我们也可以通过标签去 直观的去看到 因为一般标签都代表着我这块词盘 是干什么用的 比如说data 比如说media 比如说database等等等等 比如说web等等 所以说打标签以后也能方便我们去管理 OK 那么最后 如果说词盘出现固伤了以后 我们怎么样来修复呢 我们可以通过FSCK 通过实际上是Fail System Check 这样的一个缩写 FSCK这个命令 来去检查并修复损坏的文件系统 第一个我们再去程序 既然是程序 它就会出错 文件系统也是一个软件 也是一些数据 它也可能会出错 通过FSCK 我们可以查看到底有哪里出错了 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故障 比如说断电或者不正常的重启 程序死住等等这样子的情况 都可能会损坏我们的文件系统 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去使用FSCK 去检查我们的这个文件系统是否完好 是否损坏 我们直接FSCK 跟我们的磁盘就可以了 直接FSCK跟我们的这个分区 跟我们的目标设备 就可以对我们的目标设备进行检查 这里给我们提示状态是clean的 就代表我们的这个文件系统是OK 没有任何问题的 代表我们的文件系统是OK 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注意啊 这里一定要注意 检查文件系统的时候 这个文件系统必须卸载 这个磁盘必须 这个设备必须是卸载掉的 卸载和挂载的概念 我们下节课会讲 但是这里大家先要记住 必须先卸载 必须先卸载掉 那么当出现错误了以后 每出现一个错误 FSCK都会给你提示是否修复 我们加一个-Y参数 可以让它直接修复不提示 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检查出来 成百上千是上万个错误 你一个一个去 敲yes就崩溃了啊 所以说可以根据 可以加一个-Y参数 让它直接去进行修复 不给任何提示 那么默认情况下 FSCK会自动判断 文件系统类型 实际上FSCK 还是可以去加一个参数的 我们在这个命令里面 需要去加一个-T参数 来指定我们的文件系统类型 但是一般情况下 它是可以自动检测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 你的文件系统损坏比较严重 那么就最好用-T参数去指定 否则可能会 更加损坏一个文件系统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如果文件系统损坏的 比较严重 那么最好加上-T参数 那么当我们的磁盘数据 出现损坏了以后 FSCK会尝试恢复文件 恢复这些数据 恢复这些文件 但是有时候 有些损坏的数据 可能已经找不到记录了 在我们的文件系统里面 找不到记录了 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在哪 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 FSCK会把这些数据 放入我们的Lost加Fund目录 每一个格式化了的磁盘 都会有一个Lost加Fund 每一个格式化了的磁盘 都会有一个Lost加Fund目录 这是默认创建的目录 那么它里面装什么东西呢 装的就是那些被恢复回来 但是找不着准的数据 已经没有记录了 但是确实这就有一块数据 都会放在这里 一般情况下这个目录都是空的 一般情况下这个目录都是空的 那么系统启动的时候 每次启动都会对磁盘 进行一个校验操作 为了保险期间会进行校验 OK 我们刚才也创建文件系统的时候 也看到了 他告诉我们 每挂载多少次 或者每隔180天 都会去进行一次校验 都会去进行一次 这个错误检查 FSCK OK 那么这期课的话 我们就为大家讲解了如何去 在我们的这个设备上 在我们的分区上 创建文件系统 以及如何去对文件系统 进行一个校验等基本的操作 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